对许多人来说 医生的印象就是工作专业要求高 很会读书或人生胜利组吧 其实啊医生的工作十分劳累 在这破医情中 最辛苦的就是医护人员了呢 但有些医生不止医术超高 脸蛋跟身材更是非常吸睛呢 今天网问路计就透过 Keeper大数据关键引擎 帮大家整理了十大网友热议帅医生 在这个浪漫的白色情人节 医生们也有话想对大家说哦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张小姐我准备要帮你拔牙齿了哦 不要紧张哦 相信不少人去看牙医时 多少都会紧张吧 但如果医生长得像这样 或是这样呢 我不是来看牙齿的 我是来看牙医生 拥有高原值的赵国祥医师 也曾在节目中分享 自己在看诊时遇到太热情的粉丝 甚至幻想医师是自己的老公呢 很严重的问题 然后他就一直有妄想症 他一直幻想也是他的老公 在去年与前黑社会妹妹的 Apple仍爱后 虽然有遇到粉丝的骚扰 但相信经常公开放闪的小两口 很快就能够修成正果啦 OK啦 有啦还是有啦 你有偷脸是不是 哈囉大家好 我是赵国祥医师 前阵子网路温度计的票选 让我入选了台湾前十大帅哥医师的排行 在这里要非常谢谢各位朋友的支持 那再过几天就是白色情人节了 不晓得大家准备好了吗 如果你在2月14号有收到喜欢的人送的礼物 那在3月14号这天请记得务必要回礼哦 因为爱就是要勇敢说出来 祝福大家有情人忠诚眷属 白色情人节快乐 要永远幸福哦 防疫期间记得要勤洗手哦 有天菜医生之称的黄又铭医师 虽然留着个性的烙腮糊 却一点也没有颓废的感觉 仍爱健身的他 身材也是好的美话说 甚至在访谈节目中 当场大修身材呢 感觉真的是超美的 所以讲 嗨大家好我是黄又铭医师 那今天我要利用玻尿酸来调整我自己的脸型 在节目及网络上也经常教导大家如何保养皮肤 因为杰力拍摄12阶洗手挑战 可爱俏皮的模样引发广大回响 让许多人因此一秒被圈粉呢 不是 我真的可以吗 我真的可以吗 嗨 嗨 嗨大家好我是乐诊所的黄又铭医师 白色情人机就要到了你收到了对方的回忆了吗 没有也没关系 不管你是等爱中的一个人 热恋中的两个人 也可能因为疫情的关系和情人分隔两地 又或者是你还在等待对方的回忆 也可能你的情人节就这样子默默的消失了 不管是哪种情况都没关系 让人呈现 想问为什么豆豆会讲在这么奇怪的地方 有很多人提到鼻孔的里面 一定是他喜欢挖鼻孔 喜欢挖鼻孔 除了我在上节目之外 亦是也会在FB粉丝团及IG 分享实用的养生条理讯息 不仅能够获得中医角度的实用资讯 还能大饱眼福 还不赶快手刀追起来 瞧边先追咯 长相有点坏坏的艺人王阳明 被封为台湾第一帅 而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位医生 就是有着一届王阳明的赖虹国医师啦 长相神似的两人甚至还一起拍过广告呢 大家都说他是一届第一帅 他是王阳明 而他是一届第一帅 他是赖虹国 原先是妇产科的他 近年转换跑道进军医美 在IG上还拥有17万的粉丝 这么帅气的赖虹国医师 真的让小编好想去看医生啊 毕业于台大医学系的李俊豪医师 不仅拥有小儿科及医美的专业 本身也是位社群达人呢 平时除了在YouTube分享生活及医疗知识外 在抖音上更有21万的追踪人数 我们一起学猫叫 一起喵喵喵喵 在你面前撒个娇 哎呦喵喵喵喵 谢谢各位粉丝的支持 白色情人节一定要勇敢的表白 为什么呢 因为今年的白色情人节 是坐在2021304 所以如果你表白成功的话 有可能你可以跟你的另一半 一辈子的爱下去哦 马克医师也希望你找到对的人 救命 看完这么多帅医生的介绍 是不是感觉最近身体有点热热的 需要看个医生呢 医生们在百忙之中 还特别选在白色情人节 送给大家满满的祝福 小编的心都要融化了啦 想看帅医师完整榜单 记得快上网络怒气查看 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加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次见哦